新建和打开都完成了 所以我们这堂课来实现一下另存和保存 我们先了解一下另存和保存的区别 那保存实际上就是它会默认的有一个当前读取的这个文件名 会给它进行一个默认文件名的保存 而另存的话是需要弹出一个对话框 然后是需要你去选择或者另外指定文件的存储名存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关于另存的它的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 比方我现在这写了一些东西 然后我另存 它是不是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然后当我真正的点击确认存储的时候 是不是要去读取当前text里面的这样一段文本的内容 对吧 应该把读出来 读出来再用open文件的方式给它写进去 就这么个过程 对吧 好 那我们来实现一下 好吧 在def一个新的 新的这样一个 def save as方法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会有一个文件 用ask就是去弹出一个另存文件的这样一个对话框 这里我会用到一个参数 就是初始化文件名称 initial file initial file等于未命名 txt ok 然后default 这个我们刚刚也用了 default extension initial file等于 txt 所以就是初始化它的一个文件名叫未命名 initial text 我们当然去改掉它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同样的用globe file name 让它做一个全句话 然后我们file name等于file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用file的这样一个操作让它open就是我们去打开这个文件好吧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以什么方式以写的方式去打开 因为我们要准备去写它 准备要去写它 那么写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给它定义一下 等于textpand 我们用get的方式来得到它这个内容 当然也是从头得到尾 这个也很简单 然后我们就把得到内容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write的方法把它写进去了 写完了不要忘了关闭文件 最后呢 我们给它title上面也做一个更新 变成新的保存的这样一个文件 我们用什么file name 加上os.path.base name 然后用我们这个新的这个文件给它保存下来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saveize OK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saveize 但是除了saveize我们说save又有什么区别呢 save实际上是对saveize的一个包装了 实际上是对saveize的一个包装 就是如果说它当天这个文件已经保存过了名字 对不对 我们就不用再去弹出这个窗体了 就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save 好 就是我们来试一下如果当我们来打开一个文件就file name 以写的方式来打开这个文件 那么如果说这个文件已经有名称了对吧 那我们就 那个说明这个file name它是本身是 当就是就是file name本身是有文件名称的 我才会用这种方式 对不对 然后如果file name本身为lum 就是本身是没有文件名称的 那它都会报异常 所以我们就会回到异常下面 那这个方式呢 我们最好可以改一下 就是如果它不等于空 或者不等于不等于lum的时候 我们这样再来操作 好吧 然后get end 然后f.write message 直接把它写进去 close掉 那如果一旦保存过程中出了异常 我们就调用一下saveize 它会让我们重新输入这样一个保存 好 现在我们来把它们进行一个关联 这个地方 command等于saveize 然后这也是command等于save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tuba上面 这也有一个command等于save OK 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把以前的先关掉 哦 怎么一弹出就那个了 我们看一下是哪儿的问题 不应该是一弹出就save了 是不是在关联项上用错了 就是saveize函数的定义 这是saveize函数的定义 然后另存为command是这个样子的 再看一下 OK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就注意一下 如果我们在那个函数的 就是跟command关联的时候 你直接加上那个 相当于它到了这 它就直接会运行 所以我们在读代码的时候 它就会运行这个函数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好 那我们先来随便做一个编辑吧 张灵华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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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了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另存为 大家可以看是不是就出来了 未命名对吧 我把保存在我们的桌面好吧 就叫sandy.txt 保存 see 大家看上面是不是就变成sandy.txt了 然后我们再给它来多加一点 the day is fine OK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文件 直接保存 好 我们现在把它关掉 我们到桌面上来看一下这个文档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 看是不是就保存成功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实现了我们的saveize和save 所以这一块的这个操作 大家下来再好好的历练和总结一下 OK 那么至此的话 我们实际上我们的这左边这一排的这个菜单操作就全部都已经完成了 当然会计方式这边我们也已经完成了 那下面我们就是要去完成什么 要完成我们编辑的相关的操作了 对不对 这几个编辑的操作 当然我们猜都能够猜得到 是不是跟text相关 所以大家赶紧去预习一下 好吧 好 这堂课就讲到这里